声波电动牙刷9.9元一支 你敢买吗 39.9元起了卫衣 既不起球也不掉色 你相信吗 电商平台上物美价廉的商品如何产出 双十一期间 各大电商给消费者准备了哪些优惠举措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消费主张 欢迎收看 消费主张由五粮业特约播出 消费主张特别节目 备战双十一 由天猫独家特别呈现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电商购物节 马上就要到了 今年各大电商早早地就做足了准备 打折 优惠券 打红包 秒杀等活动 这几天已经是闪亮登场了 不管是平台还是商家 都拿出了大额的补贴来回馈消费者 这网购商品的价格 也是便宜到了惊人的地步 你看这一百张抽纸只要九毛钱 自热的小火锅是八块八 声波电动牙刷是九块九 智能扫地机器人每台只要二百六十五元 如此便宜的价格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这商品的质量能否有保证呢 今年的双十一 各大电商促销的手段还有哪些 消费者怎么样才能花最少的钱 买到趁新的商品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四川成都的苏麒麟每天晚上都会做在电脑前追动慢到很晚 夜宵是每天必不可少的 苏麒麟通过在各大网上商城搜索 看到一款素食小火锅才卖八点八元 价格是足够实惠了 味道究竟如何呢 他决定买一盒试一下 蔬菜的话很新鲜 很脆啊 它的藕片你看 特别精英制作 不像我们平时买的藕嘛 它还会有点颜色 它这个藕的颜色非常非常白 这款仅卖八点八元的小火锅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这么便宜的价格 商家还有得赚吗 食品卫生安全有保证吗 记者来到这家小火锅的制作工厂 一探究竟 刘松是这家小火锅企业的产品总监 他告诉记者 好的底料是决定小火锅美味的关键因素 小火锅的牛油底料需要多种香料按一定比例混合熬制 工艺复杂 需同时具备麻辣鲜香多重味型 于平是这家小火锅底料颜值的负责人 他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欢麻辣味 麻辣也是他们主打的底料口味 颜值人员在传统麻辣味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力求寻找到更加诱人的麻辣味道 像这么的吧 我们应该是一天要做起码二十煮 然后一年下来我也记不住多少呢 但是目的只有一个 我们要从这个里面的从气味到滋味到鱼味到口感 一定要把它优化成最优的 食材和底料上精益求精 再加上价格上的优势 这款小火锅自然受到了吃货们的喜爱 记者看到为了备占双十一 组装车间和储存车间都十分的忙碌 我们目前做这款主打火锅是备了六十万的一个储存量 每天现在就是每天是按照一个五万的一个标准在做 然后现在今天的话可能已经生产了接近两万 陈华伟是这家自热小火锅的销售总监 他为记者解释了他家小火锅价格低一点的原因 那么这款8.8元小火锅在双十一活动中 是否还能再便宜呢 一个时间你在我们的店铺的详情页里面 可以先领取一个三元的优惠券 就是买三盒就可以减三元 到时到时就是七块八 然后你还可以领取一个双十一的购物津贴 满四百捡物 到时候七块八再减将近百分之十五的津贴 你的时候到时的付款价格 就是六块多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小火锅 记者在这款小火锅的售卖平台 阿里据划算了解到 自热小火锅起源于2017年 2018年进入到高速增长时期 同时出现了很多新品牌和供应链的商家 阿里巴巴据划算食品板块预测 自发热食品未来的发展规模会更大 19年其实这个规模会更大 基本上我们认为都是三倍增长 就是三倍增长 然后19年我们会更加选择一些 更加合作更加可靠 或者说供应链优势非常强大的一些商家来这样去合作 所以从整个双鞋来看我们对这个品牌是非常有信心的 加入广东中山的龚先生前些日子要给家里换一台大屏幕电视 阿里据划算平台上的一款65英寸电视机让它眼前一亮 价格只有1899元 龚先生没有丝毫犹豫 立即下单买了一台 一体验很不错 画质包括很清晰 包括它的声音 包括整座摆出来是很比较漂亮 很高大上的一个东西 之后就1000多块钱的电视 现在摆在家里面是真正切切的东西 但是就它扎碎了 可以坦白来讲也没什么关系 在我的这个程序范围之内 我觉得还可以 便宜的价格 大屏幕的视觉体验 加倍的电视屏幕保护 是这款65英寸电视机的代名词 吴志华是这款超高性价比电视机的研发带头人 65英寸电视机只卖1899元钱这件事 在半年前他是无法想象的 我觉得无法实现 这个价格 我自己作为一个 做个经营电视这么久的一个 属于行业内人 我觉得这个价格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价格价格太低了 半年前阿里大数据发现 低价格大屏幕的电视机 更能满足三四线城市消费者的需求 出于对阿里巨华算平台的信任 当时的吴志华打算博一下 那我就想着 能不能让我自己去博一下 把这个事情做到 来满足这部分的人群 那我这个市场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大量 一台65英寸电视机 想要实现1899元钱的价格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成本的问题 而对于液晶电视来说 屏幕是最关键的部件 也是成本最高的部件 为了不影响品质 吴志华仍然选择一级的屏幕 这样屏幕成本是降不下来的 吴志华能想到的办法 只能去除掉电视机使用频率不高的功能 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消费群体是三线 甚至三线以下的 它对价格要求 其实比较希望价格能偏低一点 这部分的家庭里面用的 往往是基顶盒 甚至就是那种壁路线 一根针的那种 那网络电视 那我想他们既然也用不上这个概念 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 全部给他们全部分发呢 去掉了电视机里的网络模块 让整个电视机的成本降低了不少 经过吴志华团队的努力 这款加量不加价的65英寸 1899元钱的电视机成功量产 为了迎接双十一的到来 吴志华所在的电视机企业 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 我们现在是把双十一所有的货物的材料 已经准备齐齐在仓库 已经叙事待发 这边我们的仓库已经预备好了 一个20倍的一个仓储量 阿里巨划算平台上的商家 从实际情况出发 在保证品质的基础上实现成本优化 最大程度的让利给消费者 而在品质和售后服务方面 阿里巨划算平台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法 为消费者保驾护航 其实平台能做到的是 当它来卖的时候 我们可以及时地反馈 在消费者的反馈 也会加快我们做整个改进当中 提供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信息 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正循环 来不停提高我们商品的一个品质 和消费者的满足力 京东今年的双十一优惠活动 是从10月18日开始的 一直延续到11月15日 而且是联合众多商家同时补贴让利 目前已经有一批消费者 提前享受到了这种实惠 宁波的谭坚方女士 比较喜欢在网上购物 最近她在京东旗下的 惊喜平台上发现 有一款急灯电动牙刷 正在搞优惠促销活动 只卖9.9元 那我看到这一款9块9的牙刷的时候 我很惊讶很惊讶 9块9怎么能做到这样的 那么便宜 那我就想说给自己买回来 体验一下试试看 市面上的电动牙刷多数都在几百元 贵的可达上千元 以前谭金峰也用过 400多元的电动牙刷 比较起来她感到 这款9.9元的电动牙刷 虽然功能少点 但使用效果也不错 确实跟400多 其实清洁功能相差不大 它的外观其实也还不错 所以我给家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买了一支使用 然后家人给我的反馈 其实也是很舒服 很满意的 那么这款卖价 9.9元的急灯电动牙刷 它的实际生产成本到底是多少 为什么会卖得如此便宜 为了了解相关情况 记者找到了生产这款牙刷的厂家 这家企业 以前曾经为国外做代加工 主要研发生产美容按摩仪 近十年来 开始自主研发生产电动牙刷 为了双11 我们设计了一个接替型的产品线 从第一款的叫普及导入型 到升级款 到家庭套装 到儿童款 这一系列我们对我们考虑 在双11优惠销售产品中 这家企业投入力度最大的还是这款 在经济购物平台上卖价9.9元的电动牙刷 第一我们要成本尽可能降到最低 但是前提是不能降低品质 那只有什么呢 叫做减法 把一些我们认为不太必要的一些功能 把它通通砍掉 保留下 作为刷牙来讲 最必要的一些功能 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介绍 这款卖价只有9.9元的电动牙刷 光使用的原材料成本 一支就会接近20元 加上人工 管理 模具 研发等费用 这样一支电动牙刷的生产成本 至少也在30元以上 而9.9元的卖价远远低于成本价 这其实也是厂家和经济平台 联合做的一次促销活动 实际上是我们对市场进行一个补贴 对 那我们为什么补贴呢 是因为我们希望更多的用户 能够尝新 能开始用到这个产品 然后他能够认识我们这个品牌 这款卖价只有9.9元的 极灯电动牙刷 只有最基本的一种清洁功能 相对来说 是属于最基础的电动牙刷体验款 特别适合对电动牙刷 还不了解的消费者 我们每一款产品 就是出场之前 都经过严格的检测 把关 层层把关 在检测这一块 我们不管是什么价位的 都是一样的 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在今年双十一活动期间 为了打造超级购物盛宴 让更多消费者体验低价好货和优质服务 京东重磅推出了一系列 比往年力度更大的优惠政策 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 超级百亿补贴千亿优惠计划 我们的补贴分几个部分 一个就是我们的爆款的 秒杀商品的补贴 这类商品我们会覆盖 整个京东和京喜两个平台 当然京喜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 一个社交电商的平台 我们会用更大力度的力度去补贴它 家住南京建业区的尚女士 最近遇到了烦心事 刚搬新家的尚女士 现在急需换一台这个位置 放得下去的大冰箱 可这个尺寸实在是尴尬呀 我量了一下 我们家这个位置 大概只能放一个70左右的冰箱 但是我又想要一个多门的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 要满足这个条件的真的很少 你看这些都是多门的 但是尺寸都比较大 满足不了我这个尺寸 其实像邵女士这样 希望有双开门 甚至多开门冰箱的用户不再少数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的数据显示 我国城镇军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大概是36.6平方米 厨房为4到5平方米 这样算下来 整个冰箱的放置位置 大概在70到80厘米左右 基于用户和市场调研 苏宁智能终端冰洗研发中心 负责人梁李珠和他的团队 开始针对消费者这些痛点 研发能满足消费者空间的冰箱 所以我们对苏宁小费的定位的话 就是尺寸要小 容量要大 然后价格和服务也要跟得上 冰箱的尺寸 款式 外形 配置和价格 一系列问题 是梁李珠团队要最先确定的方向 2019年根据苏宁大数据的显示 消费者最喜欢的是多儿冰箱 2000到4000元整个价格段 是消费者最受欢迎的一个价格段 所以我们整个产品的定位的话 也就选择了2000元左右 在生产线上我们终于见到了 小宾法式多门冰箱的卢山真面目 我们目前这条生产线 正在为双十一的这个产品 进行紧锣密鼓的生产 我们现在这款小宾的冰箱呢 相对于传统冰箱不一样的 就是它采用了一块 钢化玻璃的分道盖板 这样子它整个箱体里面 出风非常的均匀 360度环绕出风 不会把这个冷风吹向单一的一个食材 加速它的干燥 或者是把它吹蔫了 这样子是一个独特的设计 记者了解到 这个盖板的设计使用 在这种配置的中小体积的冰箱里面 还是首创 它通常是出现在高端冰箱中 冰箱的价格一般也都会在 三五千元以上 苏宁智能终端冰洗产品技术 总监马晓龙介绍说 这款价位在两千元左右的冰箱 它的核心零部件技术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大家看看我们面前的这两个是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冰箱的最关键的零部件 压缩机 这一款是个传统的定屏的压缩机 那这款小巧比较灵巧的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变屏的压缩机 小标产品能够做到一级能效 就是依赖于这个产品的支持 它的这个CUP值有一点九三 要想达到一级能效 离不开我们这个新式的这个变屏压缩机的支持 这个产品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产品 它要保证持续可靠的高效的工作 十年以上的时间 在产品质量上 苏宁对小标的把关更加严格 整机保修三年 压缩机保修十年 而不到70厘米的超薄机身 正好满足了小户型消费者 对多开门冰箱的需求 价格定位在1999元 是同类型冰箱价格的三分之二 那这样一款冰箱 消费者会买账吗 目前这款小标冰箱的话 它上线不到一周的时间 预售数量已经突破了十万 可以说现在消费者对它的关注 还是非常高的 除了1999元的爆款冰箱 今年的双十一 苏宁还有哪些新的玩法呢 消费者如何选购商品 更便宜 更划算呢 今年苏宁的双十一 应该是主打了一个叫全场景 更联动 好货更便宜 这是我们威尔双十一 来做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么大家都知道 苏宁本身就是一个双线融合 同品同价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么因此我们的商品 历来都是遵循叫优选 精选 不是单纯的在这种线上 一个图片就能说明问题的 更多的是通过线下的场景 本身就建立了消费者的深度的感知 和这种体验的 苏宁易购集团副董事长孙卫敏 介绍说 贵旧赔是今年苏宁双十一 最核心的玩法 全场贵旧赔随时补差 那么在今年的双十一中间 我妈自己还做了一个 自动的这种系统的调价 补差的这样一个机制 通过跟主要的一些平台的这种比价 让我们能够线上线下联动起来 能够随时变价 所以保证我们在全网 全场景的这种价格优势 王佳佳是一位年轻的宝妈 也是一个购物达人 王佳佳买东西附近要求品质好 价格也要实惠才行 通过贝店平台 她购买了一款39.9元钱的卫衣 随便这么便宜买回来试一下 天哪 没想到收到的时候 好意外就是摸起来 你看一下这间就是我在上面买的 质量很好 而且它这个是不起球的 特别是它这个料纸是很舒服的 不扎身 你看一下这个我在实体店买的 它这个洗两次起球了 然后穿在身上很不舒服 品质好价格低是消费者王佳佳 对这款39.9元钱的卫衣的直接感受 价格如此便宜的卫衣 是怎样做到物美价廉的呢 刘建勇是这款卫衣的生产负责人 在半年前他接到被垫的需求 要求做一款价格低品质好的卫衣 面料既要控制最低成本 还要保证不能起球和掉色 这对从业十几年的刘建勇来说 都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太差的面料可能达不到 但是好的面料的话 它成本呢 它也会比较高 为了节省成本 刘建勇直接找到了面料的源头供货商 在众多面料中选择一款性价比最高的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用这款面料做出来的成衣 完全经不住水洗的测试 掉色严重 我心里说 这个料子怎么可能掉色 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有点不好搞 这个品质是不行的 我们不能生产的 刘建勇意识到 要想生产一款低价格高品质的卫衣 远没有那么简单 这下刘建勇的心情 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跌到了谷底 当时我觉得这下麻烦了 价格我也谈好了 然后那这个产品我们不能做 然后被电那边 我们连档期都已经排好了 那这个事情怎么搞 这件事情麻烦呢 就在这个时候 被电平台给了刘建勇 在成本控制方面的支持 还有精准的预售量 刘建勇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库存的问题 这让刘建勇重拾信心 他找到了面料商和面料方面的专家 经过反复的研究和讨论 终于找到了方向 他们给的建议就是说 最好更改这个棉和敌能的配比 因为棉的话 如果棉含量过高的话 它是对气球这方面是 所以有一个很好的意志作用 经过改良升级后的新面料 果然实现了护气球 不掉色的效果 和其他面料相比 也大大节约了成本 39.9元起的卫衣 很快实现了批量生产 除了企业降低成本以外 被电作为社交类电商平台 承担了免费的推广和营销 而企业又把这笔 省掉的推广费用 全部让利给了消费者 除了这款39.9元起的卫衣以外 今年的双十一 被电还做了充足的准备 确保在双十一期间 消费者可以买到 自己心仪的商品 作为双十一期间的主推 然后主要的话 是由一个老包款 加上一个潜力包款 组成的这么一个组合形式 费货的话 我们主要会有一个 交易销售数据模型 会预估出 比如说常规单品 双十一活动当天 可以产出多少的 一个交易量 商家会根据这个去备货 好 接下来就要提出 我们今天的消费主张了 本期消费主张板块 是由无限级 独家冠名播出 养生雇本 健康人生无限级 每年的双十一 全民狂欢的购物节 已经成为了 中国零售业的风向标 近几年 像红包 秒杀 优惠券 这些传统的促销活动 是越来越不能满足 消费者的需求了 在全民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 五六线城市 甚至是乡村的消费者 他们对正品好货的需求 都是异常的强烈 双十一营销大战的背后 实际上是电商平台 对新的更广的 渠道物流供应链的争夺战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 让网购回归零售本质 让消费者获得更大的实惠 买到更优质的商品 婴儿啪啪枕 智能扫地机器人 价格是市场同类产品的一半 电商售卖的便宜商品 质量有保证吗 双十一在即 消费者怎样购买到 物美价廉的商品 敬请收看 消费主张 如今电商平台竞争激烈 近些年来 拼购模式是异常火爆 像阿里推出了巨划算平台 京东有惊喜APP 苏宁是苏宁拼购 而且最低两人就能够成团 优惠力度也是相当了得 拼购模式的背后 实际上是电商和工厂 供货商 他们直接接洽合作 免去了中间渠道商的层层盘剥 所以价格就便宜下来了 那么电商和企业 在拼购上都做了哪些让利 他们是如何保证便宜又有好货的呢 欢迎收看我们下期节目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大家下载 央视财经客户端 朋友们 再见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